巴黎奧運舉重項目 臺灣將由郭姓淳 陳文惠 邦婉玲 三位女選手出征 舉重郭姓淳去年起 因傷所苦 沉積起伏 巴黎奧運倒數 郭姓淳自平 狀態越來越好 完成舉重動作 槓鈴碰地的聲響不間斷 國訓舉重場內 巴黎奧運前的媒體日 七十一公斤級的陳文惠 從六十四公斤轉占七十一公斤 陳文惠的目標是改寫上屆 東奧的銅牌成績 為求心無旁駕 婉拒受訪 而更想保持低調的是 舉重女神郭姓淳 首次在媒體日告假 在別處訓練 唯一一次公開談備戰 傷勢復原是五月回到台東疑訓 郭姓淳去年年初檢查腰傷加劇 加上體力恢復沒年輕時那麼快 備戰航亞時就說過不難操之過急 而去年十二月中國級教練高凱文 進入國訓中心 郭姓淳接受新的訓練持續復健 郭姓淳按步驟調整恢復 林靜仁教練還強調高教練強化了 過去訓練不足的部分 郭姓淳在巴黎奧運有機會 重現過往實力 不會滿足於銅牌銀牌 身經百戰卻全身是傷 郭姓淳在二零二零冬奧奪 奪金早已完成大滿貫的壯舉 第四次的奧運更為艱辛 未來也不輕言放棄 還能舉的話我還是會繼續舉 記者理想會沈志明張明哲 高雄台東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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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